当地时间7号 联合国大会第28次投票 就美国对古巴实施禁运进行谴责 并要求美国停止相关行为 联合国193个成员国中一共有187国投票赞成 仅美国、以色列及巴西三国反对 此外乌克兰和哥伦比亚弃权 美国曾24年投票反对该谴责议案 直至2016年奥巴马政府时期 美股关系出现缓和后弃权 古巴外交部部长罗德里格斯 指责美国对古巴的人权记录批评 是将人权问题政治化拒绝双重标准 罗德里格斯表示 美国国内也有包括枪支暴力、贫穷及失业人口等问题 美国无权对古巴和其他国家人权状况说三道四